帮助社会新鲜人看见与被看见 在台中就有这么一场活动 主办单位把行销与谈判课程 规划成桌游的游戏 透过分组互动来建立自信与谈判练习 增加自己在职场上的竞争力 让不少参与的年轻人都感到兴起有趣 一开始先来个破冰活动 透过左右陌生备访 先来建立关系 打造社会新鲜人与职场新鲜人的就业竞争力 台中的这么一场行销与谈判课程 透过有趣的互动方式进行 并且邀请到两位讲师 先分享创造价值与有效谈判的方式 让学员们来学习 秘宝商人这个游戏 其实已经进入到了第五个版本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把更多专业的内容结合在里面 包含像是DSC 或者是会计的概念 或者是一些创业销售 更专业的资讯放在里面 沟通的过程当中 他们所遇见最大的问题是来自于 他们会被情绪左右 那我们在这18个 18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 我们会给你们提到的是 有关于人性 那如何掌控你的一种个性 那如果你的个性把它掌握住的话 那其实会很顺畅 先破边控分享 得了初步概念 接下来才是重头戏 因为主办单位把重要的行销 与谈判课程 包装成秘宝商人的桌游游戏 要学员们利用刚学习到的创造价值 与有效谈判技巧 来在游戏当中 创造自己的销售业绩 我自己很喜欢认识朋友 很喜欢去跟一些朋友交流 那不一定每一次的谈话 都已经是要为了业务 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为了人生 为了生活 为了未来 我有机会去跟多朋友 更加可以聊天 学习一下其他的方面之类的 就是在销售这件事情 它其实一直以来 都是很多人很害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开始思考 要怎么让它变得更有趣 然后更讨人喜欢 所以也因为这样 我们研发出我们这个桌游的游戏 主播单位表示 销售与谈判 不管在求职还是创建 都是重要的核心能力 而透过聚会与游戏的活动 可以让这群年轻学员练习 一方面增加自信 一方面也建立人脉 有利于职场发展 而未来还会陆续规划 跟更多的创业家合作 透过游戏互动包装 让学习成长课程 可以变得好玩又有趣 这里像台中采访不到 这一方面的创业家合作 这一方面的创业家合作 这一方面的创业家合作